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新闻大概意思就是说 近日在马尼拉举行的韩国国庆招待会上 韩国驻菲律宾大使李向华表示 在南海动荡局势中 韩国将与菲律宾站在一起维护法治 这位外交官声称韩非之间的伙伴关系 是稳定的灯塔等等等等 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东西就印证了我们前面一个说法 就是说以后呢 这慢慢这些国家呢 都会逐渐的去清这个菲律宾化 对吧 就站在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我们一定要去关注啊 中国国有什么所谓的三招啊 中国三 那三 也就那三招了就是 那我们可以看 就是说 我们先 先去看 就是说韩国你看 他也慢慢占过 我们之前说日本对吧 日本加入了以后 韩国后面就说 韩国一定加入 然后后面就变澳大利亚等等等等 这些国家都变加入菲律宾这一阵队 因为呢 大家面对的都是一个 同样的一个邪恶力量 就邪恶中共在这个南海势力这个范围 对吧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 现在呢 就是已经到了 现在 而且这是我 这刚刚那是我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在于什么呢 就在于我们可以看 现在各个从各个角度出发 现在已经是各个 在各个战场上面 大家都已经在三分战队了 对吧 关于朝鲜问题的战队 关于这个南海问题的战队 台湾问题的战队 然后还包括这个以色列 中东问题的战队 对吧 还有包括乌克兰问题的战队 都已经明确清晰化了 也就是到底谁是邪恶主兴 谁是正义之国 正义联盟 那现在呢 大家都已经 都已经站好队了 那当然除了这个印度啊 还有包括 像这个东南亚一些国家 他们还不得不 选择做抢头草 这些国家 这些国家我们不评论啊 但是呢 我们可以看到 至少说 对于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力量 都已经站好队 那我们可以看 但是呢 后面这个局势会 会怎么走呢 我们就 就得看这个美国啊 到底如何这个 亏起大旗的一致 什么时候进行 这个正义联盟反击 这个就是 还得看这个国际局势啊 能在美国的这个带领下 将如何进行 但是对于这个现象 那这个 你有先生 你有没有什么不同的 或者相同的看法 就关于这个 菲律宾这个问题 我想其实本身在这个朝鲜议题 最近不断的被烘托以后啊 那南韩这时候站队到 在南中国海 去站队到菲律宾这里 其实我相信 一定不会令国际社会意外啊 毕竟在美韩 他们有这么深的一个合作关系 然后美日韩 甚至于现在包括台湾菲律宾 在西太平洋这里 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固的 合作态势以后呢 我相信韩国现在 本身有没有这个实力跟能力 去派军舰 像日本一样派军舰去协防菲律宾 虽然这是另外一个 比较深度合作的议题啊 但是最重要就是说 南韩对于菲律宾的战队 绝对也是有美国在后面的 这个允诺跟加加持嘛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个人是觉得这都是针对朝鲜啊 也就是金正恩的这个政权的 一个挑衅啊 那究竟本身在朝鲜半岛这里 是否有这么样的一个紧张啊 其实攸关的就是朝鲜 就像他自己所说的 清楚的去传达到就是说 现在在朝鲜半岛上面 真正的开战与不开战 已经不是南韩总统或者是 美韩联军所可以去左右的 他现在是以联合国军的方式 联合国军司令部的方式来去主导 整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战局跟战事啊 那这个东西就会攸关的就是 金正恩到底怎么样去在 他现在总共有两个大哥嘛 一个是中共国然后一个是俄罗斯 那当然他也是很瞧不起 虽然说他的奶水有可能倒分来自于中共国 来自于习近平 但是他对于习近平这个老是 微微说说站在 站在二线不肯出面 这样的一个举措 感到非常的不屑嘛 所以说他事实上比较欣赏 是俄罗斯这样子 站在第一线 勇敢的跟敌人拼斗嘛 最重要其实要当炮灰的是金正恩嘛 所以他自己应该要去盘算的就是 他今天当这个炮灰到底后面能给 中俄之间能给到多少的资源 那本身他自己如果向美国去妥协的话 又可以获取到怎么样的一个资源 其实我相信金正恩他历年来 包括过去跟川普的一个合作啊 甚至于照相啊 然后走进38度线啊 这些绝对不是他 他很片面的 或者说很自己单一的 想要去 就个别的想要去跟美国示好 或许这个背后也有中共国 就是习近平的允诺 但我相信不管是忽悠也好 或者是想要去发出 对美国发出一系列的 这样的一个声音也好 金正恩他本身在这个 他自己的筹码在计算上 他一定会去算好这样的一个利弊得失 所以说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他如果确定他没有办法从中俄在这里 继续再获取到他想要的资源的时候 是否他会就此 就要这样的一个一些事件呢 来去反而投向了美国 那这也有可能嘛 如果说他本身现在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 聚集的目标的话 那他是否有办法 在可以被美国保护下 然后来跟中俄做翻脸 那这也是我相信美国想要去运作的一个方式嘛 那只是说目前来讲到底进展到如何 那怎么样的一个彼此之间的一个威胁利用 然后这个棋 这个整个棋局要怎么去下 我相信其实都是掌握在彼此之间的一个博弈的上面 那这个东西就是必须要去看 金正恩到底有没有那种一个智慧 能够在这个中俄的挟持之下 还能对美国递出橄榄枝 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看点 那只是说这样的东西到底会不会未来发生 我们就持续的去注意就可以 好 沙托西 好 这感谢你有先生精彩分享 那时候说的非常对 那我们再来看这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说这个 这个可以看到这个2024年大选局势 他们说更多的华裔出钱出力助选 对吧 实际上这里面 他其实有两个正 他这个新闻他有个正反面 就正面来 我们如果仅从正面的这个角度出发 就是说这个 现在目前来说 这个更多华裔选民出钱出力助选 说明这个华人这个势力 在可以说是在这里 在美国 可以说更加抬头了 那实际上包括这个 从现在我自己的观察来看 就是说现在这个 包括昨天不是也有一个人火了 他叫唐莉莉的 对吧 就是那个四川人 既然用着一口标准的 这个四川式的 四川式的这个英语啊 还跟精神对话 而且还感觉好像还 这有优势对吧 还是挺有意思的 然后呢 然后呢 从这个方面可以看到 这个亚裔啊 确实在这个美国这个地位啊 其实不仅没有降低 其实呢 还是在抬头对吧 实际上呢 就是说 就是说亚裔其实这个话题啊 已经 中共国 不故意制造出一个矛盾 已经在这个美国 被彻底打掉了 这是我们看的一个 正面的一个效应 但是呢 从负面的效应来看呢 有可能 中共国 他会更加渗透 对吧 这是有可能 因为我们都 我们都知道 这个过去 那么多时间里面 所有这个当选的那些 所谓的 这个官的啊 或者是比如说当选 那个竞选成功的啊 或者是那个赚到钱的那些人啊 其实背后啊都是中共 对吧 那都是中共的这个帮助 所以说呢 现在到底说这个 这件事情是好处还是坏处呢 我个人认为啊 只要是在这个美国的这个 能够他的这个控制之下 其实 你就去让他参与就行了 对吧 不管怎么说 他都 你就算他没 如果没有中共的这个参与的话呢 那说明还不错 对吧 这个效果还不错 但如果就算有中共参与的 实际上 他这个力量呢 终究不是很难 但是我们需要看清一点 是什么 就是说 很多人不要因为 就是说 不要因为 由 大家的这个积极参与啊 导致了撕裂 就不太好 对吧 其实中共国啊 一直在利用这个华裔的这个 过于 目前 就是现在对于这个政治的高度关注啊 他现在就一直在 不停的在背后啊 这个去播撒 这个带有挑拨性信息 就比如说呢 他们会说啊 支持哈里斯啊 都是智商有问题 或者支持川普 都智商有问题 其实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 只不过 大家选择了一个 对自己更有利的选择而已 而中共呢 就故意 跟你用其他的方式来证明你这个 你这个智力 其实中共国啊 一直喜欢玩这种武器 对吧 比如说通过 他比如说他自己 编造了一套 所谓的这个科举考试 考不好的 就是智力有问题的 考不好的就是 考的好的就是智力没问题的 是我中共的人 对吧 考不好就是 说明你自己是白痴弱智 对吧 中国一直喜欢玩这种游戏 你去看他那个叫什么 动不动就给你玩弄什么 脑筋计算弯 文字游戏 没有哪个是有营养 但是呢 他就能给你知道一个效果是什么 做出来的人就看不起 做不出来的人 他就自故意给你玩这个游戏 那现在呢 现在如此 现在呢 他肯定也是想利用这个制度吧 跟你玩这种游戏 然后呢 让你不自觉的去参与到一些 后面一些不理智的活动 比如说啊 比如说假设川普赢了 对吧 肯定什么 什么亚裔骑士那些活动人就来了 对吧 如果川普赢的话 肯定说那拨人要起来闹运动了 如果川普输了 那对不起 那必须是投假票了 对吧 或者是比如说这个被操纵了 肯定是这个有猫腻 对吧 这个哈里斯怎么可能赢啊 怎么怎么样 那你看我看到新闻不都是什么 你看最近那些新闻不都是什么 什么那个什么 投票作假了 什么肯塔基 投票都投不了那个 投不了川普了 其实实际上这些东西吧 其实在我看都夸大其色 你想那个肯塔基州对吧 我估计可能就那个投票点 他不小心弄错 然后非要搞成是民主党阴谋一样 你像在肯塔基这个地方 在我看了 民主党呢 他的压根不会去投利一样对吧 因为你肯塔基这个 川普赢是百分之百的 我干嘛还犯得着 我还在一个小镇上面去给你闹这个事情 对吧 所以说呢 有些他这个 他这个事情啊 你就一看那个新闻啊 他其实都 很多 七毛蒜皮的事情啊 都能被这个中共 他这个媒体 他炒成一个非常 好像 感觉好像非常series 那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对于这个 这个看法 我不知道 就像从台湾人的一个角度来说 台湾过去有没有 比如说 像这个台湾裔的这些议员 在这个美国竞选 我不是特别清楚 我记得好像是有的 就是你 就你们台湾对于这个 比如说这个 设立这个美国大选 这个事情 有没有什么 过去的这个经验 或者有这个想法 就是 你有些人能不能出来分享一下 其实我相信 我个人呢 在 当然我有旅美留学的经验嘛 那其实不管是旅美华人 管他是台译也好 或者是中国 中国这个 中国籍身份也好 最重要就是说 就像路德所说的 其实 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你看连俄罗斯 他难道不会想要去 左右 现在 现任总统候选人 他们的一些政见的趋向吗 那最重要就是 他们其实也是想掌握 就是未来当选总统 他在对二对一 或者是 对中国 甚至于对朝鲜的 这些政策的 去左右他们的一些政策的 一个趋势跟方向 那 当然这时候就是 美国大选 有这样的好处 就是让大家都可以 一起来参与 那不管你是 就像路德所说的 有可能你是借由 投放广告的一种方式 或者是说 在台湾你看 有很多人是 我懂那一个 这个巨额看板 来去公开支持 我想要 让他当选的候选人 那甚至于 发 不管是发媒体 或者发传单 或者 透过更何 任何一种势力 来去影响 让最重要 让他所在意 或者说 属意的候选人 来去当选 那当然这个都是 民主政治 在彼此之间 针对彼此利益的 一种拉锯战 那这个东西就是 很清楚的被 路德来去解释 就是 不管你社会的问题 在什么时候 要去爆开了 那刚好利用选举的方式 来彼此 这个力量的博弈 这都是一个非常清晰 而且非常清楚的 一种游戏规则 那重点是在于说 你俄罗斯想要来插手 美国总统大选 那当然中共国 他也没有闲着 他从各种层面 那甚至于说 想要去破坏 这个美国总统大选的 一个公平公正性 所以会派出这么多人 去烧这个投票箱 然后去有这个 中国大学生 去假冒身份 然后去美国 参与这个总统大选 那甚至于去假投票 这样子 那这个东西 我相信 美国有 台湾也有 那甚至于 甚至于在 一些西方国家 英国会不会有 荷兰会不会也都有嘛 所以说其实 这个东西 到最后被披露了 然后被媒体报导出来了 彰显做一点就是 你这个中共国 这个全球的一个闹事者 这个troublemaker 如果不把你灭掉 那全世界的安宁何在啊 虽然说不见得 就是说把中共灭掉 全球就因此变得 从此这个和平无战事啊 但是最重要 你就是一个最大的 这个troublemaker嘛 那真的今天不灭 你要去灭谁呢 所以你已经成为一个 首要目标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中共国 今天的处境 真的是被习近平的带领之下 这个真正叫做四个字 叫咎由自取 那所以说 其实我会认为 今天这个 有这么多华裔的美人 这么力挺 哪一派哪一派 这个都是属于 民主政治上面 非常正常的一种状况 只是说后面的金主是谁 那他们有没有抱有 特殊的一个政治动机或目的 那是否这些 因为他这次选的 不只是只有总统大选嘛 他包括参众议员定期的改选 然后很多法案的通过 那其实重点都不在说 你虽然说我们的目光 全部被吸引到总统大选上面 可是其实有更重要的是 这些参众议员的一个比例 比如说共和党有几席 然后民主党有几席 然后针对有一些特殊议案 比如说里面会不会有一个反中的议案 那也拿出来投票 那这个东西是不是会变成 就是中国国想要去着力的地方 那这个东西都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指标嘛 所以说其实我相信 其实这个整个民主运作的过程 就是借由投票制人多的一种方式 来去决定这个议案的好或不好 但他有没有对错 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真正的就是把这样的一个议题 拉上台面以后 让更多人去讨论嘛 那这个东西民主所表达的 你个人一人一票 然后你票票等值 票票相等 只是说到时候最终少数服从多数的时候 是否符合一定的民主精神 这是值得在探讨的 只是说以目前人类所发展推演的方向 这目前是唯一还可行的方式 未来有没有更好的一个方式 那就是以后再说了 所以说其实我觉得 目前看到这个民主 美国民主 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 在焦灼乌坡的一个情况下 很多东西真的不是我们现在表面上 看到这么样的一个平和啊 后面一定有很多这种利益团体的拉锯 那只是说 我们最终还是要看选举的结果 再去评判说未来四年 美国一个正经的方向 到底会往哪里走 那这才是一个关注的状点 好的 萨托希 好 这感谢这个尼尔先生的一个精彩分享 那确实说的是对啊 就是说这个参与就是参与 但是呢 但是呢 问题是说 但是呢 我的看法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就像这个路德先生说了 这个美国啊 它毕竟代表是全人类的方向 所以这就是人家体系的强大之处 就可以吸引这个全世界的人 都来关注这一点 但是呢 你说这个中共国对吧 这一听就知道啊 内定的选的 那个地方就独裁的 对吧 这就是可以看见 就是两个国家之间 它不同的 不同的这个关系啊 也不是不同关系 就是不同的水准 就其实差的千扎万别 也就是说 所以说 目前来说还想着 靠这个颠覆美国秩序啊 无意就是吃人做梦 除非就是说 你自己就已经能够建立出一个 比人家更强一个体系强 好 那今天呢 我们的节目就这么结束了 那感谢 感谢大家对于路德社的关注 以及希望大家多多加入这个路德社会员节目 然后给我们的节目进行点赞分享 再见 再见